美国对俄罗斯有点变化 他谈的套路 第一个就是包括外交上的制裁 踢了俄罗斯的大事故人走 不再跟他谈话 第二个就是经济制裁 这个经常听到 包括石油禁运 包括不爱石油 不爱自然气 或者对俄罗斯不允许 这些部分银行用Swift 这些经济形式制裁 第三个是个人制裁 现在开始了 俄罗斯昨天欧洲议会通过了 对俄罗斯超过200人进行个人制裁 当中包括现在俄罗斯 一些政府高层 普京两个女儿 拉夫罗夫的老婆 或者甚至一些企业 一些涉嫌有制造或者供应武器 去给俄罗斯攻打河阿兰企业的高管 或者他们的子女 除了外交制裁 经济制裁 个人制裁之外 也有战线 就是不断供应武器 让俄罗斯抵抗 去对抗俄罗斯 另一方面 还有一个战线 那条战线 当然谈判俄罗斯和俄罗斯之间 另一条欧美用的战线 是新的 开始不断强化人道 或者战争罪行的指控 欧洲的安全合作组织 调查将会出报告 就是说俄罗斯在乌克兰 如何侵犯人权 如何进行战争罪行 如何在人道救援方面 人权方面的踐踏 而美国总统 包括拜登 和外国务卿布兰肯 都已经出口了 直接说俄罗斯今次入侵乌克兰 是种族清洗 这个是很大的指控 这个最终会不会 是令俄罗斯更加进一步 被世界孤立 更加是因为这件事 万劫不服 大家等着看